大家早晨 今天在德跑道 第一個盤 第二次公開發售 維港一號 7月份其實在月頭 它賣過一轉 賣得很好的 賣了九成多 現在是第二轉 今天A組已經做了 大部分有九成的客戶 都是選擇三房 因為A組 它是需要買一間三房以上 或者買兩三間 確實市場是有客戶賣三間的 見到近期 好像昨天 中國內地做了 一個降準的行動 這個降準的政策 其實對樓市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是刺激經濟 我相信這次來講 全世界因為疫情的因素 量化寬鬆 其實資產都很旺的 但是來講近期 因為旺了一輪又剩下了一點 但是昨天中國的降準這個因素 我相信就會支持到近期的樓市更加活躍的 在7月份賣到今天的一手是620多間 我估計這個月 接著還有20天 我估計這個月有機會 其他新盤出 是全個月有機會賣到2500間 左右的新盤 上個月賣單是1800多 今個月就應該來講下半月來追 市場其實二手價是有少少回落的 我們中原城市指數 星期五 即是昨天的指數是跌了0.9% 那個歷史新高又退一退 就變成樓價要升大概2% 才是去到歷史新高 但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健康的 樓價是有升有落 還有現在是緩緩地升 更令到那個基礎更加健康 我估計7月應該下個月 下個星期或者多兩個星期 城市指數有機會破頂的 一手旺 二手都不錯 加上降準 只要疫情繼續受控 你見近期清零日子多 而且那個通關的希望又快 變成經濟就現在反彈 希望全港市民都是這樣 如果經濟好少少 大家感受好些 加上物業市道興旺 大家都會開心些 這次如果說A組 我們公司的向余客佔了一半以上 上次的A組想買三房 是在消耗的費量大概不夠一半 已經賣清了那些三房 因為三房有內海灣的海景 而且它的開價對比附近賣的貨品 都有一個折讓的 所以三房是受歡迎的 這些是換樓客的選擇 這次就有一半以上是向余客 是上次抽不到買不到 這次出席就買到 都是向余客多的 好